多謝主席 特首我最近幫了有個劏房的家庭上樓 上個星期她請了我去她家 一進門口她九歲大的女兒 很熱情地牽著我的助理的手 帶我去客廳的梳化坐下 她媽媽跟我說 她說我女兒很開心 因為她今年九歲 可以第一次在家裡坐梳化 我聽到這句話 其實我覺得很心痛 當一件這麼普通的家屍 可以變成基層市民的一件奢侈品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房屋問題 真是去到一個臨界點 所以我很開心特首你昨天 為我們的公屋輪候時間封頂 亦都提出了4.5年作為上樓的目標 這個是回應了習主席的四個希望 亦都是展示了你解決房屋問題的決心 四年半上樓是一個進步 但是和房委會提出來三年上樓的承諾 似乎都還有一段距離 特首會不會考慮用房委會三年上樓作為你的政策目標 在你的任期之內 有沒有辦法再把四年半上樓的時間 再縮短一點呢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我聽到陳議員所說的 我是當然是聽到這些大家都有情緒的 因為我們都不同的官員 我自己都去一些劏房戶去看過的情況 是不理想的 所以更加是令到我們要想盡辦法 去盡量去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 在我們面前看到的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如果根據長遠的房屋策略裡面 所推定的 我們在十年的需求 在公營房屋大約是三十萬 那我們面對什麼問題呢 即是說在十年之後 理論上有足夠的房屋去滿足到這三十萬人 這三十萬人是包括現時居住處所 都是不理想的 都算了下去 但是我面對什麼問題呢 就是因為這十年裡面 它的供應不平均 最初的五年都是三分之一 另外那三分之二在下五年 那我是不是就問 十年後解決它 就好像陳議員所說 不行 因為我們不可能等這五年 他們在這樣的環境 還是不盡快讓他們上樓 所以我很感謝同事 真的想到一個很創新的計劃 就是簡約公屋這個計劃 那它的好處就是 第一 我們蓋房子會快很多 譬如現在的過渡性房屋 它蓋房子也是有幫助的 但是沒有那麼快 因為他們不是專業 但是我們現在政府自己蓋 可以掌握到 第一 土地的使用 建築方面的方法 以及高度方面 以及其他方面的考慮 我們都是因為有專業的經驗 是會快 高一些 而且我們都有一個很肯定的標準 因為我們用我們的組裝集成 其實它的標準 都是很模仿我們的公屋的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和我們傳統公屋 都是因為簡約了 但是對於居所的人 他們在輪候 我覺得他們一天都嫌多 很多都告訴我 盡快去上樓 所以就有這個簡約公屋 但是現實一件事就是 要建一個樓給市民住 首先有土地 堅持有房屋 房屋 我們以前的時間是四年 建了一個房屋 土地要不同的理由 也都要時間 由生地變屬地 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次都是縮短它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這麼多 我們要修改 來改善的事情 要時間 但是不要等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 對於急切希望離開劏房的人 一天 兩天 三天都希望盡早離開 我就是有這樣的心情 所以大家是這麼設計出來的 好了 目的就是等他們上樓的時間 不要再不知道什麼時候 因為以前要六年 所以這個希望重要的 現在我們做出的承諾 4.5年呢 是希望等他們 起碼心裡有數 我的時間短了很多 這個就是我希望給大家的希望 其實 是不是應該再短一點 理想當然是再短一點 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做 剛才所說 我們在長短來講 可不可以再縮短這個時間 在目前來講 我們用最大的努力 在這五年來講 我們有信心 在第四年 即是我們上任的第四年 是做到4.5年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 我們不會放棄 不斷努力 但是目前已經 我很多謝這些同事 已經做到最大的努力 但是 我又講 團結一致 集約成求 本來我評估的 一加一大於二 可能是大於三 那我就好 所以 除了我們政府努力 除了我的同事努力 大家上下一心 整個建築界 都可以想不同的方法 那我們就可以 令到事情都加快 更短 到時不止是解決量 質都更好 現在我定26平方米 就是現時的情況的質 將來可不可以更高質 解決了第一個最急切的問題之後 我們可以逐步逐步做得更好 多謝主持